每次看到别墅的案情 通常我都很好奇说 那梯间的空间该怎么处理 才会就是让人家觉得不着痕迹 然后忘记它是一个梯间的感觉 这边的处理就很漂亮 对啊 当然因为我们是办公室的场域 所以我在梯间上面就可以 秀我喜欢的东西 当然因为我原来就是跟你讲说 我这一楼的部分 就是把它带入是欧洲时尚的 精品的感觉 所以首先我在楼梯间的部分 就放了一个时尚精品的旅行箱 这个真的是正品 而且是有点复古古董的感觉 对 其实它这个东西 其实就像我的设计一样 我希望带给屋主朋友们 是十年 十五年 都是那么能够回味无穷的 它趁底的是 这个选的好像皮革的感觉的一个材质 我只能说它做了我的七天七夜 你说这个特殊材质吗 没错 喷出这种效果 其实感觉很像皮质的感觉 对不对 然后这边的人感觉就是 哇 尤其口这个皮质 这个鳄鱼皮怎么没有看过 对 鳄鱼皮 对 但是那是一个秘密 我们不能告诉他 那是什么材质 没错 这就是我们达到我们要的效果 这是哪个空间 这是我们的 我们其实 不管是住家或商业空间 其实财位是我们的中心位置 对不对 当然这是我们理想中的财位 这个有一个TI 有 我看到了耶 钱是不是像投信箱这样就可以投到会计室里了 运宝 对嘛 在很神奇的位置就是 我在这个会计的门上有刻了一个 应该讲可以告诉你吗 我当然想知道 日日见财 日 我看懂了是 日日见财 我想讲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讲究风水这种东西可能很老派 可是你为什么都可以把它做的浓露时尚跟现代感 这个中国历史几百千年留下的这个风水学 我觉得我都是非常的尊敬跟仰赖的 所以我也希望搭在我这个美美的空间里头 所以我才发想这个日日见财这个logo可以在我这个门里面呈现 接着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这个别墅当中 从没有到有的这只电梯 那电梯也不需要让这个融入Yoshiko的空间之外 它的设计美感你还是 我觉得你还是不放弃每个可以表现的地方 其实这个电梯间其实我是想要您造一个百年饭店的感觉 其实我们都有去欧洲旅行的经验嘛 其实一些比较有经典的饭店 其实以前还是存在着那种 那种铁 铁拉门的感觉 然后每个楼层是一楼二楼那种纸针的那种 没错 那个我觉得很有味道 所以我这个外观的呈现哪怕是线板的呈现 你看其实都是把大胆用黑色来呈现 然后包括上面线板加高的地方 我用一些我们仍然是我们公司TI-I的logo 那种双式的效果来把它咬住 其实就像我讲以前纸针的空间在这边嘛 对不对现在是变成是公司的一个logo象征 没错 再来呢重点是虽然我们是几个层楼而已嘛 对不对 可是我怕来了朋友会觉得坐在电梯里面 觉得很boring 所以我把这个小电梯里面也挖了一个四窗 你看这四窗特别大嘛 可以从电梯里面搭电梯的时候 哪怕是那几秒 我其实是珍惜那几秒瞬间的感觉 所以我们每个楼层有不同的灯光变化 包括墙面的漆面 包括楼梯的TJ的颜色 有黑白黑白琴天跳 然后包括苏瓦六世奇的碧灯的不同的呈现 还搭配我的那个墙壁的颜色 就已经到了Follow了 就是会议师到了 会议师那一层 对 所以这短短的几秒 你的视线跟视觉效果是不停的在转换 不停的在改变 其实我要的感觉就是一种feel 其实什么都不是就是要让你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记得订阅 分享 按赞 别忘记开启小铃铛哦 下次见 Mata ne